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3年11月04日 枪手欲擒喜鹊 周日凌晨 英格兰超级联赛有好戏上演 牛卡素将坐镇主场迎战阿仙奴 牛卡素经济整体表现并不如阿仙奴 再加上双方最近一次交手喜鹊主场0比2完败 主力中场新杜东拿力长期停赛 也导致他们实力减弱 面对联赛至今未尝败继的枪手 喜鹊本轮难有作为 其实牛卡素经济表现不错 他们十轮应超下来录得17分 暂时位于联赛第六的位置 更值得称赞的是 牛卡素前五轮主场取得四胜一负 目前球队所得积分大多来自于此 毫无疑问他们主场作战时战斗力十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牛卡素近期联赛防守表现不算稳定 虽然球队已经连续六轮未尝败季 但是其间对阵为斯贤与狼队的比赛中 喜鹊都被攻入二球 以法比安舒亚 查马尔拉素利斯两位中间为首的后防线状态不稳 这或许会成为牛卡素本场的隐患之一 除此之外 喜鹊目前阵中有大量球员无法出战 包括前锋阿丽山大一萨克 中场积极梅飞在内的七位球员受伤 新杜东拿利长期停赛 李维是米粒生病 喜鹊也受陷于此 迟迟冲不上联赛前五 即使中锋哥林威尔逊上 轮因超克场挑战狼队上演没开二度 但单凭个人的表现 也难以对抗攻守兼备的阿仙奴 何况喜鹊主帅爱迪赫维过去六次与枪手主帅阿迪达交手 爱迪赫维仅取得一胜二和三负的战机 两队上赛即应超两次交锋爱迪赫维率领的牛卡素军十百果 此番面对上轮联赛5比0大胜的阿仙奴 伤兵满盈的牛卡素凶多极少 上文提到阿仙奴最近一轮因超5比0大炒席飞联 该场比赛前锋爱迪尼基迪亚上演帽子戏法 在加比尔杰西斯本场因伤缺症的情况下 主帅阿迪达一定会对这位帽子戏法先生寄予厚望 不过在此之后 枪手在英联杯纸派出部分主力作客挑战铁锤帮 但韦斯贤终究是一支英超球队 未尽全力的他们舒波其实并不意外 考虑到如今阿仙奴还要征战英超与欧贯联 为了管理球员的体力 选择性放弃英联杯这条战线可以理解 值得留意的是中场马田奥迪加特状态回暖 此子上仗对阵为斯贤为球队搬回一城 虽然最终球队难逃失利 但是他的表现值得称赞 而且阿仙奴最近一次面对牛卡素时 马田奥迪加特上半场都有建功 金杖枪手依然可以信任他 不仅如此阿仙奴经纪英超的防守端表现 简直密不透风 枪手本赛季前十轮有五次零封 他们也是目前英超零封次数最多的球队 而他们对牛卡素的进攻路数更是知根知底 两队过去十次交手枪手让喜鹊有九场颗粒无收 本轮双方在战 经纪英超未尝败继的阿仙奴赢面值得称先 阵容方面 中场爱美史密夫录 和后卫阻力安天八等人 因伤无缘披甲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诶行